大家好,欢迎收看GST网络对战指南的网络篇 在硬件篇的视频,我们认识了设定system256所需要的设备 和各种设定system256的方法 而今次我们会多说三个主题 包括操作system256和supergun的方法 第二就是设定vpn server的方法 最后就是解决常见遇到的问题 开始讲解之前就请大家订阅这个频道 首先我们就来重回一次 设定system256所需要的硬件 包括Lamco system256主机 用来控制主机的Drama电脑板和接驳线 还有游戏光碟和游戏的解码器 用来接驳Joystick和Drama电脑板的supergun 你亦需要一个USB3.0有线网络卡 Lens线和配备高速上网的电脑 当集齐零件之后我们就要考虑如何摆放主机 system256主机和周边零件佔的空间其实都挺多 以我自己为例 就用了两个层角去摆放它们 另外要准备两个插数位 一个是主机的电源 另一个是supergun的电源 当然主机附近都要有电脑和有视网络配合 有条理去摆放system256很重要 因为在网络对战的时候 经常都会遇到突如其内的问题 导致要重新开机或者更换毒碟器 所以有条理去摆放system256可以方便维修 避免耽误其他玩家的时间 至于如何组装主机和周边 可以参考途中这幅图 system256插头位大部分都集中在机身前面 包括Lens 线的插头 电源插头 两个VGA 插头 AV 线的插头 正常情况下我们只用一个VGA 插头 如果你需要两个萤幕输出 又或者做直播 你就可以用另一个VGA 插头 唯独是数据线在机身的右边 这条数据线会接到JAMA 电脑版 JAMA 电脑版再接到Supergun的电脑版 留意System256的电源线 是要接拨到特製的变压器 而变压器再接拨到电脑的火牛 如果想更加了解这些器材 例如什么是Supergun 什么是特製的变压器 可以参考硬件片的影片 至于声音的部分 就需要选择适当的AV 线来连接喇叭 例如我用的喇叭是使用AUX插头 就要选择尾端为AUX的AV线 另外你也要把解码器插入主机 如果没有这个解码器 游戏不会运行 机身的右下角 有一排可以上下调升的开关 这种开关的正式名称叫Deep Switch 它们分别是Switch1,Switch2,Switch3,Switch4 Switch1基本上是一个后备制 例如你是用街机框体设定主机 但有没有安装到进入测试模式的按钮 你就可以开启Switch1 开机的时候主机就会自动进入测试模式 然后你就可以更改游戏设定 而SuperGang本身有测试模式的按钮 所以就不需要利用主机的Switch1 而Switch2,3,4 是用来调整System256的画面信号 它们的设置方法就视乎你是用什么类型的螢幕 如果你是用普通的LCD电脑螢幕 Switch2,3,4全部都要开启 只要根据图中的方法设定Deep Switch 即是最左边的开关剔上 其余右边三个就向下 就完成System256的基本设定 然后就到SuperGang的部分 SuperGang的配件就包括SuperGang的主体 即是图中蓝色的盒子 第二就是SuperGang的电脑板 这块电脑板就要接播到Jama电脑板 第三就是用来接播SuperGang 和SuperGang电脑板的接播线 第四就是SuperGang的火牛 火牛的电线就直接插入SuperGang的主体 当接播好SuperGang之后 我们就可以把Joystick的USB线 插入SuperGang上USB1的插头位 留意一样东西 街机Joystick的按钮和家用Joystick的按钮 它的Layout是不同的 在System256的设定中 每一个按钮都有自己的编号 1号是射击 2号是格斗 3号是跳 4号是转落 但这种按钮的铺牌 是不适用于家用Joystick 因为家用Joystick按钮的次序 是由左边开始1 2 3 4 顺序 但正确的次序应该是4 1 2 3 我们可以利用SuperGang来根据按钮设定 把Joystick接播到SuperGang之后 然后同时按投币、Start按钮和上按钮 便会进入按钮设定模式 SuperGang的按钮显示灯 便会上下左右1 2 3 4 5 6 顺序亮灯 当亮灯的时候 我们便在Joystick按相应的按钮 当1号灯亮起的时候 我们便按图中Joystick的1号按钮 然后如此类推 便完成按钮设定 除了这个方法 你也可以打开Joystick 将Joystick按钮的连接线 调配到适当的按钮便可 我们现在示范开机一次 我们首先按着SuperGang红色的开关键 SuperGang的电脑板会即时启动 然后我们再启动主机的特制变压器 然后主机便会启动 这个时候我们便可以把游戏的光碟 放入DVD读碟器里面 主机成功启动之后 电脑螢幕便会自动调整画面比例 进入游戏需要一些时间 所以大家请耐心等候 成功Low機之后 我们便会进入连线画面 这一部分我们便会详细讲解 接着我们便会讲解 如何连接VPN Server 我们用的VPN Server 叫做SoftEther 首先我们要去官网下 download最新版本的程式 在下载中心里面便会有不同的选项 我们首先选择SoftEther VPN Server 然后选择Windows版本 然后选择Intel CPU 然后网站便会提供最新版本的程式给你下载 当完成安装之后便可以立刻启动程式 我们首先按界面中间的Connect键 然后进入Local Host的版面 然后建立Virtual Hub 我们便会帮Virtual Hub改名和加入密码 这一部分的设定便没有特定规则 这个是纯粹给我们自己Login用的 我会改它的名为VPN来做例子 如果我们第一次设定Virtual Hub 便会有一个pop up的提示弹出来 但我们不需要理会 所以直接关掉它便可以 之后我们在左下角 选择Local Bridge Setting 在这里加入USB 3.0 网络卡 加入网络卡之后便重新开机一次 但设定还未完成 在网络对战的时候 如果我们是做host 的话 我们最需要在Virtual Hub 里面 新增一个用户 来让其他玩家联系我们 这个做法便很简单 我们再次进入Local Host 版面 然后进入我们刚才创立的Virtual Hub 然后再按Manage User 在这里新增用户和设定Password 为了方便玩家互相联系大家 Username和Password 应该统一设定为seed或者Gundam 如果你是做host 的话 你只需要向其他玩家提供 左下角的VPN Address 以及我们刚才设定的username和Password 即是seed或者Gundam 相反如果你想联系host 就要在Virtual Hub 里面打开Manage Cascade Connection 然后新增一个profile 并输入host 的资料 我们首先在第一行的setting name 帮profile改名 例如你叫host 是Daniel 你可以改名 主要是给自己做记忆 没有特定的改名规则 然后在host name 输入host 的VPN Address 最后在username和Password 入seed或者Gundam save profile之后 我们就可以返回上一页 然后在名字上面 click online 如果profile资料没错 而hold也是online 连接应该没问题 当游戏完结的时候 就要记得要按offline 这件事很重要 到下次有其他玩家组队的时候 但你又未跟当中的玩家断线 就会造成一些疯狂的情况 又或者是霸了其他人的ID 这样会造成严重的Nag 又或者根本连接不到 如果你想知道 有没有人在connect自己 就可以在Manage Virtual Hub 的版面 打开Manage Session 当有人联系你的时候 就会出现图中的icon 如果完全没有人连接的话 你只会看到Local Bridge 换言之 如果你做host 的时候 想知道其他玩家 是否已经成功connect到你 都可以在这个版面看到 顺带一提 VPN的address 会定期更新 所以有时玩家联系不到你 原因可能是VPN的address 已经过时 至少要把最新的VPNaddress copy and paste 去profile 就可以解决问题 当我玩家成功联系VPN之后 我们就可以Game Options 设定ID host 的ID是1 host 的partner 是2 另外一对是3 和4 另外也要设定 游戏时间 和伤害程度等等 而这些设定都会以host 的设定为准则 要更改游戏设定 就会在super gun上面按test 然后进入system256的测试模式 然后我们就要选择game options 在这里我们要更改几个设定 第一就是把damage level设定为2 在香港的机普 伤害设定通常会设定为3 或者是4 即是代表攻击的伤害程度 比2的程度更高 但日本的机普多数设定为damage 2 所以跟日本人对战的时候 就要把伤害程度设定为2 第二件事就是要把timers 设定为180秒 之后我们要把event mode 即是比赛模式 如果比赛模式开启了 每一局游戏完成后都会reset 玩家每一局都可以重新选机 也不会出现连性和连性修正 之后我们就要设定玩家的数目 做这个步骤之前 我们就要去option最底部的team hold 设定为off 这样做才可以更改队伍的设定 如果有4个人玩connection number 就要设定为4 如果有3个人设定为3 如此类推 通常在网络不稳定 或者有新玩家要进行网络测试的时候 我们会尝试以2个或者3个玩家来测试的连线 在这个情况下 我们才需要来到这里更改connection number 而如果你想自己一个测试主机 或者打电脑 那你就要把connection number设定为1 或者叫standalone 而max lines都应该设定为1 完成队伍的设定后 就把team hold 设定为on 那这里的设定就完成了 另外如果我们是家里玩遊戲 那当然不用像gable那样入钱了 所以我们就可以把游戏设定为freeplay 要更改投币设定 我们就要进入con options 然后把freeplay设定为on 最后我们要解禁机体和路线 首先翻回主目录 然后选择password 然后输入图足的密码 那就可以解禁游戏所有的隐藏要素 当完成设定之后 我们就可以按start键 开始跟其他玩家联结 下轮中就会见到some of some 然后正式进入游戏 如果连接不成功 那你就要检查几样物 第一就是留意setup画面的头佐有没有起hearted 如果头佐有用 rebuilt 就是会代表主機连线状态是正常的 如果没有弄的话 就是代表主机处于离线状态 那你就要检查内线和USB 3.0 或者是有另外の电앙 第二个可能性就是玩家的it分配错误 例如是用了重复的id 所以我们通常在Setup的时候都会在Discord里面重新自己的ID 避免发生误会 如果都是接播不到的话,就可以尝试更换host 如果以上的方法都试过,很大可能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痴事问题 在这个情况,你就可以在Discord里面呼吁支持跟你有瓜葛的玩家 检查他们的VPN Server是否正在跟你连接 当正式进行游戏的时候,亦都经常发生Laggate和断肢的情况 导致游戏出现ERROR,不能够继续进行游戏 通常导致游戏出现ERROR有三个原因 第一个就是网络不稳定,第二就是System256电压不足 第三个原因就是DVD独调器的损坏 那我们怎样去分辨,是哪一种原因导致ERROR? 网络不稳定最明显的症状就是Laggate 有时候在网络的高峰期,例如晚饭后的黄金时段 可能会出现网络不稳定的情况 如果玩家身处的地方是采用VDSL Connection 即是一栋大系的住户使用同一个网络 那在网络的高峰期就最容易受到影响 那你可能会猜测,究竟是不是日本和香港对战的时候 才会发生网络的问题?其实就不是的 无论是本地连线或是同海外连线 和别人都会遇到网络不稳定的情况 就并非局限于香港和日本之间的对战 即使玩家的网络是理想 都会发生一些解释不到的离机 问题很大可能是来自VPN伺服 因为VPN伺服本身就不是设计来打机 所以情深是没有功能去确保连线质素 面对网络问题 我们通常有两个解决方法 第一个就是跟换host 大家轮流做host 测试哪个网络最稳定 如果跟换host 都没有改善的话 大家可以将对战押后 或者可以在非繁忙时间 例如深夜再试过 你也可以尝试更换新型的LAN线 去改善连线质素 例如CAT5E、CAT6、CAT6A、CAT7 以我自己为例 就是用了CAT7接驳宽频 另外用了CAT5E 接驳室256主机 和USB3.0有线网络卡 而理论上 LAN线的长度越短 而又没有打圈的话 连线质素会更好 顺带一提 就算在网络最理想的情况下 游戏都不会像街机运行得那么顺畅 大家开始玩的时候 就可能需要时间适应 如果想测试自己的连线质素 就可以去speedtest.net 然后选择日本伺服器 作为测试 第二个导致ERROR的问题 可能是SYSTEM256电压不足 SYSTEM256的电压 要保持在5伏特左右 否则就有很大机会出现ERROR的问题 在JAMA电脑板上 有一盏很小的指示灯 这个闪代表电压不足 导致对战的时候 背景音乐都会突然停顿 原场的时候便会轻机 要解决这个问题 首先我们不能逃避 因为有时维修费是无可避免的 例如如果火力不够 我们就要更换一个适合的议号 如果用SUPERGIN的话 也要添置特制的变压器和电脑火牛 如果器材的问题不解决 断线的情况会不断发生 而重新开机是一个 治标不治本的方法 第三个导致ERROR的原因 可能是DVD读碟器损坏 如果过场画面的读碟时间 異常地内 很大可能你的DVD读碟器出现了毛病 而最直接的解决方法 就是更换一个新的DVD读碟器 留意SYSTEM256只是对应某些型号的读碟器 通常这些读碟器在日本的拍卖网都容易找到 如果你有技术的话 就可以尝试清洁DVD Drive的尺头 第三个方法就是利用一个叫IDE Simulator的配件 这个产品可以传传SYSTEM256游戏光碟的内容 这样就可以代替DVD读碟器 不需要担心DVD读碟器损坏的问题 不过这个产品只是在海外发售 它的网店是不接受香港的信用卡 虽然我曾经联络过店主 想问可否用其他方法来付款 例如是用PayPal 不过店主就没有回复我了 不过IDE Simulator的定价要成$200美元 而DVD读碟器的成交价其实都是$1000左右 所以买多几个读碟器可能更花算 今次的视频内容比较多 欢迎大家留言和发问 最好请Like & Subscribe 多谢 ai知 订阅 付详